乘风2023三宫上半场的表演刚刚结束 从姐姐们的装造 就看出这个舞台要杀疯了 婷婷让人感到意外或是惊喜 取影这套我第一反应就是 好多紫毛啊 确实 紫色遍布全身 从上衣的紫毛荷叶边 到半身裙的断面光泽感荷叶边 全都是紫色 如果你把图片放大 还会发现黄色底色上的紫色小碎花 这套搭配可谓是足够大胆 紫毛将小碎花的少女感完全打破 让她看起来既野性又自由 又因为小碎花多了一点少女感 像是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小狐狸公主 满头的小辫子 有黑的皮肤 真的没有人比取影更适合这套穿搭了 抑郁自然释放又显得极具浪漫感 踩在魔毯上 是不是书里的主角走出来了 相比之下 同组的黄丽玲A令要相对低调很多 深橄榄绿色加工业深灰 让视线瞬间暗沉下来 但你可不要小看这套衣服 双袖上的木耳边 衣领半身裙的蝴蝶结装饰 都让这套穿搭很有少女感 同时半身裙前段后长 后面的粉色条纹若眼若现 结合上前面的抽着元素 像是收纳起来的窗帘 个性感十足 无由依靠白皙的皮肤色 粉色的中式旗袍 造型安全貌美 但相对她日常的风格 有点过于安全略缺突破 张嘉妮就是妥妥的二字人漫画少女 乖角的双马尾中增加了红色 喜庆又可爱 旗袍上衣还有小白花进行点缀 增强了可爱感 在她抬起手臂时 能看到腹部的大面积蕾丝内搭 这种半透明的蕾丝 真的很适合跟黑色组合在一起 如果全身大面积的穿 容易显得风尘或者廉价 张嘉妮就处理得很好 眼睛下面的两颗黑质钻石 让别人的视线紧盯在眼镜上 性感又有点猜不透的效果 艾勒在穿玫瑰花形的半透明上衣时 内搭运动抹胸 将性感与运动帅气风格结合 时髦感很足 真的很难相信 艾勒还有如此魅惑的小眼神 很勾连 陈奕涵穿黑色垫肩旗袍上衣 终于突破少女感了 但是上衣上还是增加了卡通龙的图案 算是帅气中的一点小童心吧 我真的没想到 她竟然把四颗钻石点在鼻子上了 是为了取代修容的效果 让鼻子看起来更立体吗 效果确实很好 脸部的娃娃感变弱了 鼻子的立体感让中性气质增加 舞台装造老湿牛 每次在看浪姐 看到宫里娜老师 我都会想 她可真是宝藏歌手啊 以前对她的印象总停留在 恩娜恩娜的神曲 对不起 宫里娜老师 但现在发现 民族风可以唱 王者霸气可以唱 美惑妖娆的也没问题 这次她的山河图装造 没有蕾丝上衣 也没有泡泡袖旗袍上衣 而是从领形到下摆处的三角形状 搭配上红色工装裤 中性霸气感气质好浓 再搭配上她霸气但不刻意的状态 看视频时 真的有一种这天由我来撑 这地任我来踏的将军气概 对她震慑住了 你看浪姐四三宫表演了吗 姐姐们的表演真的越来越精彩 也越来越卷了 你喜欢哪位姐姐 喜欢哪套造型呢 我只能够 我只能够